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有没有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方式呢? 或者说我们如何去衡量在一场投资中 我们决策的好与坏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其实这个问题可是自古以来的大难题了 它最早的起源就是来源于赌博 话说在17世纪的法国有这么一位 桀骜不驯的作家 别人都管他叫梅类骑士 梅类就喜欢赌博 有这么一天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简化一下然后说给各位 梅类和他一个朋友进行赌博 规则是这样的 就是我出10个金币 你出10枚金币 咱们一共20枚金币放在这儿 然后我们来抛硬币 如果累积先出现了三次正面 则梅类会获胜 他可以获得全部的金币 反之如果说累积先出现了三次反面 则梅类的朋友会获胜 规则很简单 对吧 于是俩人就开始了 可是刚刚玩了三局 梅类突然接到了通知 说国王赵剑一刻不得怠慢 于是这场赌博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目前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呢? 在玩过的三局当中正面出现了两次 背面出现了一次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 现在请问这个奖金应该如何分配呢? 朋友们这个问题就是概率论的起源 叫做点数分配问题 梅类的朋友就说了 这样吧 你看现在这三局你得了2分我得了1分 所以你拿走这总奖池里的2分 我留下1分 梅类一想反正我也没配着 那就这样吧 结果回到家晚上是越想越不对劲 梅类还是一个广交好友的人 于是他就去找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去询问一下这个问题 他这位好朋友就是帕斯卡 对 就是被命名为压强单位的那位大佬帕斯卡 帕斯卡就说你这个问题很有趣 这么着你先回去 容我想一想 转过头帕斯卡就给他的一位好朋友写了一封信 他这个好朋友就是号称业余数学大王的费马 帕斯卡就把这个事在信中和费马详细的描述了一番 费马说简单 很明显 没累这是亏了 这个问题就不能看已经抛出的结果 而是应该看什么呢? 要看我们距离成功还有多远 啥意思呢? 费马说你看我画了这么一个表格 按照他俩的情况 最多再玩几次就能够结束这场比赛呢? 两次 对吧 两次之内是B分输赢 那我就把抛硬币两次的全部可能列举出来 分别可能就是正正正反反正和反反 一共就这么四种情况 那么在这四种情况当中 前三种情况导致的结果都是梅类会赢啊 只有最后一种连续出现了反反的情况 梅类的朋友才会获胜 因此费马说了 说梅类应该分得总奖金的三分之三 而不是三分之二 所以说梅类亏了 帕斯卡说到回信之后 感觉费马说的挺有道理 但是这好像也不算是证明过程啊 算了想一想还是别问了 要不费马又得说了信值太小了 证明过程写不下了 于是帕斯卡就开始自己研究 他发现费马的表格貌似存在这样的问题 什么呢? 就是对于前两种情况 只要第一次出现了正面 梅类就直接赢了 后面那次硬币我都不用抛了 所以能把这种看成是两种情况吗? 帕斯卡说这样吧 我们来正向的推导一下 如果说第一次出现了正面 那么比赛直接结束了 梅类可以获得20枚金币 那第一次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呢? 显然是1分之1 好 咱们继续 如果说第一次出现反面了 那比赛是继续的 然后第二次出现正面了 比赛这个时候又结束了 依旧是梅类赢了 他会获得20枚金币 那么第一次出现正面 第二次出现反面这个概率又是多少呢? 是1分之1乘以1分之1 对吧? 等于1分之1 好 那咱们再继续 如果说第一次出现反面了 第二次也出现反面了 这个比赛同样是结束了 这个时候梅类就输了 他将获得0枚金币 那么连续两次出现反面的概率又是多少呢? 依旧是1分之1乘以1分之1等于1分之1 注意啊 重点来了 帕斯卡认为 梅类分得的金币数 应该是每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乘以预期收益的求和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 概率是1分之1 预期收益是20枚金币 所以他来一相乘等于10 第二种情况 概率是1分之1 然后预期收益也是20 但是他来一相乘等于5 第三种情况 那就是0 它们相加结果等于15 所以帕斯卡认为 梅类应该分得15枚金币 转过头一看 费马说应该分得3分之4 20的3分之4也是15啊 不由得向费马竖起了大拇指 这两个人说的都对 三年之后 1647年一位荷兰的数学家 发表了一篇关于概率论的论文 这位是另外一位大佬 也就是惠庚斯 惠庚斯在论文中引用了费马和帕斯卡的解题方法 并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期望 就是帕斯卡解法中的概率乘以预期收益的求和 这就是期望概念的由来 期望就是一个试验中每次可能出现的结果 乘以其概率的求和 举个例子 一个6面的头子 置出点数的期望是多少呢? 那就是1乘以1分之1 再加上2乘以1分之1 一直这么加加到6乘以1分之1 结果是3.5 所以每次置头的点数的期望就是3.5 注意啊 期望不代表直接结果 它只代表我多次重复下的一个预期的结果 那么期望和投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理论上如果一个投资的期望是政治 那么你长期投资就会大概率的稳赚不赔 这就是数学家眼中的赌博策略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有这么一种彩票 一等奖只有一个 然后中奖的概率是1万分之1 中得一等奖可以获得1万元的现金奖励 所以这个彩票奖金的期望是多少呢? 概率乘以结果 1万分之1乘以1万 刚好等于1块钱 然后现在我规定 每张彩票2块钱卖给你 也就是说你的总期望是负1元 如果你无限的去购买这个彩票 那你就会无限的亏下去 这就是期望的直观理解 有东西说那我赶紧去算一下 有没有彩票的收益期望是正值的呀 那我就一直买呗 你放心 肯定没有 卖彩票的又不傻 不过期望确实可以衍生一下 如果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决策 它的期望要是都是正值的话 那么你这一生就会很赚 相反那就会很亏 不过反过来说 我们如何去衡量每一件事的期望呢? 当然不是所有事都能量化 这个还要各位自行去判断 好 咱们别着急 说我们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 没有 一直以来人们都是采用期望的方式 来衡量投资决策中的好坏 直到1783年 伯努利家族中的尼古拉一世伯努利提出了一个问题 直接向期望理论发起了挑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假设有这么一个赌局 还是抛硬币 这个名字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 直到出现正面为止 比如说如果第一次就出现了正面 那么游戏就结束了 你将获得1块钱 如果第一次出现了反面 那么游戏就继续进行 第二次出现正面了 此时游戏结束 那么你将获得2块钱 如果要是第三次才出现正面 那么你将获得2的平方是4块钱 要是第四次才出现正面 那么你将获得8块钱 以此类推 也就是你连续抛出背面的次数越多 最终你获得的奖金也就越高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那尼古拉伯努利的问题是啥呢? 假如说你是这个赌局的老板 现在你想给这个赌局定个价 就是多少钱玩一次才算合理 你应该定多少钱呢? 刚才我们举了一个关于彩票的例子 如果这个老板很聪明 那他一定知道 我要先去算一算这个赌局的赢钱期望 然后门票一定要比期望要高啊 要不然长时间进行我老板不就亏了吗?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他的期望 说第一次抛出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啊? 是1分之1 奖金是1 那就是1分之1乘以1 再加上第二次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呢? 是1分之1 再乘以他的奖金是2 再加上第三次出现正面的概率是1分之1 乘以奖金是4 以此类推 结果奇怪的事儿出现了 这个赌局的期望居然是无穷个1分之1相加 结果是什么? 等于无穷大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如果我们单纯的按照期望理论来决定我们的策略 那么这个赌局即便我定价100万一次 那你依旧还是会参加的 因为按照期望理论 无限的执行下去还是会稳赚不赔的 当然前提是假设你有无限多的钱 可是现实情况是 恐怕没人愿意花那么多钱去玩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 各位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自己愿意花多少钱来玩这个游戏呢? 那么当理论和现实出现了矛盾的时候 期望理论还靠得住吗? 还能够当作我们投资决策的判据吗? 上述的这个问题在决策论中就被称之为圣笔的宝贝论 时间关系各位可以点击关注 下期视频我们来解释圣笔的宝贝论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